大家好,歡迎來到VNT輕鬆小盞 我是小V 今天和大家講的主題是 36款陶瓷暖風機大比拼 陶瓷暖風機的原理是怎樣? 有什麼優缺點? 買的時候要留意什麼? 可以怎樣選? 接下來會逐個和大家講講 在開始之前,提提大家 今次片尾都會有一個大比拼列表 列出了36部在市面上找到的 陶瓷暖風機資料比較 同樣可以去我們的Facebook 在陶瓷暖風機的post下面留言 索取完整的大比拼圖表 另外,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記得訂閱支持 按鈴鐺就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 首先講講究竟什麼是陶瓷暖風機 陶瓷暖風機其實都是暖風機的一種 內置一個發熱器 再利用風扇將暖氣吹出 它和傳統的暖風機又有什麼分別呢? 傳統的暖風機的發熱器 是用發熱線 溫度會比較高 相對沒有那麼安全 它的熱力可以燃燒空氣裡面的塵埃 產生氣味 而且有機會 會消耗空氣裡面的氧氣和水分 但是它就非常輕 而且價錢便宜 而陶瓷暖風機的發熱器 就換成陶瓷電熱元件 它的氣味、耗氧和耗水的情況會少很多 但是就比較重和貴一點 另外陶瓷式發熱器 一般會配備PTC熱敏電阻 溫度過高就會減低電流 避免過熱 用起來就更加安全了 陶瓷暖風機和其他的暖爐又有什麼分別呢? 陶瓷暖風機的優點是輕便 可以隨處擺放 適合隨時轉換位置的用家 而且它一開即熱,不用等 有指向性的暖風 想要哪裡受熱都可以 它的缺點是 加熱範圍比較小 只是適合一些空間小的地方 內置的風扇會製造一定的運作聲音 它有機會會消耗空氣裡面的氧氣 同時會消耗空氣裡面的水分 令到空氣變得乾燥 要解決以上幾個缺點 增加效用 部分型號的陶瓷暖風機 會加入不同的特別功能 分別是防水、加濕、空氣淨化、人體感應和寧靜設計 接下來會逐個跟大家講講 首先講防水 有了防水功能就可以將陶瓷暖風機帶入去浴室 要留意有沒有IP防水防塵等級 例如是IP23、IP24 第二個數字就是代表防水的等級 數字越高,防水能力就越強 一般的防水暖風機 等級只是去到1,即是最低級 要放在手碰不到的地方 如果想放在浴室 最好要更加高的防水效能 可以選擇我們之前介紹過的移動浴室寶 它專為浴室而設 又可以隨處擺放 建議大家可以看回我們上一條的影片 以下是一個IP防水防塵等級表 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加濕 暖風機都會令到空氣變得乾燥 部分型號會加入加濕氣 保持空氣的濕潤 如果沒有加濕氣 都可以放一杯水在風口的位置 增加空氣的濕度 空氣淨化 由於空氣會經過暖風機 如果加入空氣淨化系統 就可以一物易用了 空氣淨化的功能都有幾種 例如UVC殺菌 過濾網 負離子等等 似乎型號會有不同 有關空氣淨化 空氣清新機的詳細解釋 我們在另一條影片都已經介紹過 大家可以去看回 人體感應 暖風機的作用範圍小 只有特定的地方受熱 人體感應功能是針對這一點來設計的 當暖風機感應到有人在附近 就會自動啟動 當離開範圍一段時間 就會自動停止 達到環保省電的作用 部分型號會有寧靜設計 其中一種方法是轉用 相對較寧靜的DC直流馬達 它比起傳統的馬達更加省電耐用 需要有寧靜的環境的用家 就要留意一下 購買暖風機之前要注意些什麼呢? 要多大的功率才足夠呢? 一般來說 是要根據空間的大小來決定 一勒方尺的空間 就需要1W的熱力 有一個簡單的例子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例如一間15呎長 10呎闊 10呎高的房 就需要1500W的電力了 部分型號的暖風機 除了可以放暖氣之外 只要不開發熱氣 就可以當成普通風扇 四季都適用的 暖風機就跟普通風扇一樣 會積聚空氣的塵埃影響效能 嚴重會有著火的風險 所以應該要定期清潔 有可以拆的濾網就更加方便了 暖風機受熱的範圍 只有它可以吹到的地方可以受熱 有搖擺送風的功能 就可以令到受熱的範圍增加 適合在客廳較大的空間使用 使用暖風機的時候 有什麼要注意呢? 一般的陶瓷暖風機 除了有過熱斷電的功能 大部分都有翻倒自動斷電的保護 可以確保暖風機倒下會自動關機 插電式電暖氣功率都很高 要用單一插座 避免超出負荷發生危險 暖風機都會有機會消耗氧氣 要保持通風 盡量不要在密閉的空間使用 濾網就應該經常清潔 避免積聚塵埃引起火警 接下來是36部在市面上找到的陶瓷暖風機 不是廣告,資料都是我們自己搜集的 正確的資料以官方為準 因為陶瓷暖風機的款式實在太多 今次我們會在每個品牌之中 精選幾部機跟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是落信牌 頭兩部機一帶一勢都有涼風的功能 攻略都有2000以上 是基本實用的款式 第三部機很特別 它上下各有一個出風位置 可以組合不同的功率 而且有寧靜的設計 這個意大利品牌有很多暖風機的選擇 第一部非常輕巧 方便拿去不同的地方 還有幾種顏色的選擇 第二部是直立式的設計 機身較高 坐地的空間不多,比較省位 第三、第四部的機一帶一勢 攻略都可以去到2400 還有靜音的設計 接著這個品牌會介紹兩部機 第一部是防水機 機身比較細,功率1800 適合浴室使用 第二部是直立式 功率就有2200 比起之前那部高一點 跟著這個品牌 三部機都是防水機 頭兩部是屬於輕便款式 功能差不多,有不同的顏色選擇 第三部機除了有防水功能 還有人體感應 放在浴室的話,不用濕手電部機 都可以自動開關 這一部是Dyson的風扇暖風機 除了大家熟悉的風扇功能 加入暖氣系統 就可以四季都適用了 接著是伊瑪牌 第一部機功率比較低,適合細範圍使用 第二部機就有DC摩打 相對會比較寧靜 第三和第四部機是直立式的機款 功能上都差不多 特別的是,他們的送風角度都有120度 非常廣闊,很適合大廳使用 接著這部威馬牌,功能很多 除了有加濕器,還有負離子空氣淨化功能 而且水箱夠大,是多合一的選擇 接著這部愛麗絲,價錢不貴 有人體感應功能,還有不同的顏色選擇 不過功率就比較低,適合細範圍使用 接著是兩部法國特幅的機 第一部小機,有防水功能 還有靜音的設計 第二部是直立式,同樣有防水的功能 功率就比較高,有2400 接著是兩部衛宜譜的機 都是直立式的機款 第一部有基本的功能 第二部就加入了人體感應和智能恆溫 第二部就加入了人體感應和智能恆溫 接著是德國寶 第一部是迷你機 它有加濕的功能 是一部設計簡單,適合放在房用的機款 第二部就是一部直立式的機 是基本的款式 之後三部都是沒有善業的冷暖風機 設計特別,都有寧靜的設計 第二部就加入了過濾網 有空氣淨化的功能 第三部更加有UVC殺菌系統 令到空氣淨化的效能更加強 而且還有手機遙控的功能 這個意大利品牌的暖風機 同樣有手機遙控的功能 還有寧靜設計 這個品牌另一部直立式的機 就有防水和人體感應的功能 這一部金田的暖風機 就有基本功能和寧靜設計 這部SmartTag暖風機 機身是長條型 介入了負離子的功能 跟住兩部益世家的機 第一部是防水機 第二部就附有兩段的加濕器 但是功率就比較小 最後兩部是美的的機 都有寧靜的設計 有基本的暖風機功能 第二部的機 出風位角度會高些些 適合放在地上向上送風 最後是一個大比拼列表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你考慮的機款不在表格入面 可以自己找相關的數據 和這36款比較一下 就可以知道合不合自己 提多一次 如果想要這一張完整 36部附磁暖風機大比拼圖表 歡迎去到我們的Facebook 在附磁暖風機的post下面留言索取 我們的影片都會定期更新 想知道更加多家電產品 原理和比較 就記得訂閱我們啦 有什麼想比拼都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下一條影片見啦 我們明天見 我們晚上在天見 你們前面 我們會以角度 平衡